好,我們來講 那今天講到變性 當一個男生變成女生 他的性器官變成女生的性器官 當女生變成男生 他的性器官變成男生的性器官之後 那還會有高潮嗎?這是網友問的 那我現在就要畫給你們看 我先跟你們聲明喔,我先講 我今天只會講個大概的 解剖生理上面的圖 它會怎麼樣,會變成怎麼樣 我並不是在講詳細的手術過程 所以我並不會講得很正確 或很精細的手術過 因為我不是整形外科的醫師 這樣子 好,如果你們真的有興趣的話 我是可以來請整形外科的醫師 來講解給你們聽啦 我先講男生變成女生 男生變成女生的手術是一次性的 基本上一次就可以完成 大概幾個小時 那女生變男生會是比較多次性 我們現在來講一下 那其實基本上不管男變女 還是女變男 都會保留原本敏感的組織 那我先告訴你答案 我們原本會興奮 會高潮的組織 都會被留下來 所以基本上都還是會高潮的 那至於怎麼高潮 我先來告訴你們 或是你的器官會怎麼轉變呢? 這個是一個男生的器官 然後這個是肚子 這是斗宅 然後這個是蛋蛋 裡面有個膏啊 這樣 那還記得我們講了嗎? 陰莖有陰莖海綿體嗎? 陰莖海綿體這個是左側的 這是右側的 我畫了這個是側面圖哦 然後這邊下面也有個尿道 尿道跟尿道海綿體 就是你們下面摸出來 會凸凸的那個東西 好,我現在要講了 男生呢,第一個步驟 然後用紅色 好,第一個步驟呢 因為男生要變女生嘛 我先寫起來 就是 男生變女生 好 那我先畫另外一個 那女生呢 我想一下怎麼畫呢 女生這邊有陰道 陰道呢,這邊是子宮頸 那這邊是子宮 好,這樣 那這邊是卵巢 那子宮頸 子宮 子宮 子宮出來 那這邊就是有外陰部 外陰部這邊還記得嗎? 陰地 然後 尿道 陰道 這樣子 這樣 看得出 可以看 可以 OK吼 好啊 繼續哦 好 當這個男生 要變成這個女生的時候呢 第一個 會先把他的性器官拿掉 不是性器官啊 他的荷爾蒙 代表他荷爾蒙的東西 所以呢 這個蛋蛋 這個蛋蛋 會先被移除 蛋蛋會被移除 蛋蛋會被拿掉 因為蛋蛋 高丸是製造男性荷爾蒙的地方 所以他會先把這個主要製造男性荷爾蒙的東西拿掉 所以這個蛋蛋呢 是會被拿掉的 好 那拿掉之後呢 會開始做分離的動作 什麽什麽的動作 之前不是有影片 我以為大家在講 這個呢 是皮 會先把皮 紅色是皮的地方哦 紅色是皮 好 會把高丸跟你陰莖 啊 這個這個龜頭沒有 龜頭沒有皮 這是龜頭 好 就是把你的 陰莖上面的皮 跟你高丸上面的皮 先剝掉 拿下來 分離 現在開始做分離 先分離 拿下來之後呢 會再做第二個分離 會先把陰莖海綿體切除 陰莖海綿體就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也會做切除 這是陰莖海綿體 陰莖海綿體 還記得是什麽嗎 它是讓你們男生會勃起 會硬的地方 那這個地方也會切除 那這個地方也會切除 那這邊紅色的是皮 皮會先被剝下來 那剝下來之後呢 嗯 這個尿道 尿道跟尿道海綿體 這個地方就是尿道 尿道就會衝到這個洞洞嘛 尿道呢 這個地方 尿道跟尿道海綿體 跟有些部分的龜頭的地方 這邊 尿道呢 就會被接來 女生的這邊尿道 尿道 這是女生的尿道 那因為男生的尿道比較長 大概18公分左右 尿道 這個尿道比較長不是說陰莖喔 這邊是還有連到那個什麽 旁光那邊去的喔 反正整個這邊尿道比較長 所以它的尿道其實基本上會變成女生的尿道 會縮短 女生的尿道大概只有4公分左右而已 所以呢 尿道會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 他的男生的尿道會變成女生的尿道 尿道 第二個呢 他多餘的尿道 會拿去做人造陰道 人造陰道 所以這個綠色的地方 他除了來接到這邊 當女生的尿道之外 他會去做 也會部分的做成女生的人造陰道 這是綠色的部分 可以吼 好 那再來呢 背神經蟲 背神經蟲就是 這個是背側 這個是腹側 腹側就是肚子的那個腹 背就是背部的背這樣 好 黑色好了 再來 背神經蟲 這邊有個背神經蟲 這是神經的地方 黑色是神經的地方 好多筆喔 這是紅色 紅色花一個筆 就皮 好 黑色呢 這個背神經蟲 它跟龜頭組織 組 組織 跟這個龜頭組織 黑色的 那這個是不是你們很敏感的地方 那這個背神經蟲 這個我寫一下好了 背神經蟲 背神經蟲基本上看 它就是一個神經傳導的地方 那這個黑色的呢 會拿來做這個 陰蒂 它會變成女生的陰蒂 還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次說的 男生的陰蒂 不是 男生的龜頭跟女生的陰蒂是同圓的 它會來做女生的陰蒂 好 這是黑色的部分 然後我們 好 那再來呢 它把包皮跟那個陰囊的皮 這邊 剛剛說這個皮取下來嘛 那取下來之後呢 因為這一根 這邊這一根已經被拿掉了對不對 那剩下皮嘛 那所以這個皮呢 它就會往內 它要去做成女生的這個 這個外部 所以呢 尿道會變成尿道 那龜頭呢 它就會塑形 那個醫生會塑形啦 那怎麼塑我就不知道 反正我只告訴你們 龜頭跟這個背神經蟲 它會拿來當女生的陰蒂用就對了 那變成這個陰蒂呢 那陰蒂裡面有陰核 那個陰核主要是 主要的感覺來源 那多的尿道呢 就會去做人工 人造尿 人造陰道 那再來還有 陰囊跟附近的皮膚 它會被定位 會被勾在那個骨盆腔的韌帶 就是讓 反正就是定位啦 讓它固定它的位置 那這個也不是很重要 那再來重點是 這些皮 紅色的這個地方 紅色的這個地方呢 它就是去拿來做 它就是拿來做女生的 大小陰唇 大小陰唇 這樣 這樣紅色應該看清楚了吧 大小陰唇 大小陰唇 這樣 這樣OK嗎 OK嗎 這樣可以嗎 可以吼 好 所以呢 剛剛講了 先把兩邊的蛋蛋拿掉 把陰莖海綿體移除 把這個皮剝掉之後呢 先這個尿道 男生的尿道 就會變成女生的尿道 那這個呢 有神經的黑色的神經蟲 跟這個龜頭 就會變成女生的陰 就會變成 你當成女生的時候的陰道 陰頂的陰地 那再來呢 因為男生的尿道比女生長 所以多的尿道跟這些皮 多的尿道呢 它就會做成 綠色這個 它就會做成人造的陰道 那有的人呢 那個陰道會用其他的的器官 這個我就不多說 這個交給醫師來解釋 我只是先講大概就好了 好 多餘的尿道呢 會拿去做人造陰道 這樣 所以變性人的男生 沒有這一部分哦 這個是子宮跟卵巢 變性人的男生 是沒有子宮跟卵巢 做到這個部分而已 好 多的尿道 除了做成女生的尿道之外 還會去做的人造陰道 這樣子 可以嗎 這樣 好 綠色 這樣可以知道 好 好 所以 其實 男生變成女生之後 他還是可以高潮 但是 他男生變成女生的高潮 的感覺 還是 跟你當男人的射精的感覺 是一樣的 到目前聽得懂嗎 你男生變成女生 雖然你的龜頭已經變成陰帝了 但是當你高潮的時候 你還是會射精的 你的那個感覺 跟女生的陰帝高潮 不會一樣 你會高潮 可是你的高潮感 跟女人的高潮感 是不一樣的 你的高潮感是維持在 你以前當男人射精的高潮感 是一樣的 那有些人就會說 欸不對啊 他已經拿掉那個蛋蛋了 已經變女人了 怎麼還有射精 然後 我之前有講過了吧 精液 精液裡面 除了精子之外 還有其他的東西 那這個其他的東西呢 有包括前列腺液啊 還有一些其他的液體 那我剛剛說了 拿掉的 只有蛋蛋 這邊 旁觀啊 射護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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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精囊啊 這些 並沒有拿掉 所以 這個除精囊 會儲存部分的精液 跟前列腺液 他還是會跑出來 他還是會學著這個尿道跑出來的 所以 你會有精液 所以 當男生變成女生的時候 你還是會射精 你會射精液 但是 你沒有精子 因為 因為 膏丸 它是 分泌荷爾蒙 跟製造精子的地方 所以 你射出來的精液 會有液體 可是 沒有精子 到目前為止 聽得懂嗎 這是男生變女生 我講的 比較簡單 比較粗淺一點 沒有醫師他們的 那麼詳細 我覺得講那麼詳細 你們也不會想聽 哎呦 到目前為止 聽得懂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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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解哦 可以了解嗎 我盡量講了 把它講的比較簡單的地方 讓你們 去了解 男生變女生是怎麼一回事 我再總結一次哦 男生變女生 第一個 會先把膏丸拿掉 因為 膏丸是製造男性荷爾蒙 跟精子的地方 所以 蛋蛋拿掉了 它就沒有蛋蛋了 然後呢 它沒有蛋蛋之後 但是它還有皮啊 這個皮 紅色的地方 會先被分離 被分離之後呢 這個陰莖 海綿體會被拿掉 那就會現在上面這個尿道 跟尿道海綿體 那男生的尿道 就會被做成 女生的尿道 好 那這個黑色的背神經蟲 就是主要 之前如果有看我在跟大家說 男生口交比較敏感的地方 是不是後面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他們這邊有背神經蟲 是比較敏感的地方 還有龜頭 所以它這個主要敏感的地方 都會被保留下來 它就會做成女生的陰地 雖然它已經被做成女生的陰地 但是因為它還是男生的背神經蟲 跟男生的龜頭 它只是變形變成陰地而已 所以 當這個變性人 男人變成女人 這個變性人 它會高潮 但是它的高潮 還是維持在 它以前當男人射精的高潮 是一樣的 所以當它高潮的時候 它還是會射精的 這個變性人是會射精的 只是它的精液裡面 沒有精子 因為高碗被拿掉了 它並沒有把前列腺 還有除精囊拿掉 所以精液裡面 除了精子之外 還有前列腺液 跟一些其他的液體 都還留著 只有精子不見 那精液裡面呢 精液裡面呢 精子的成分 大概只有5到10person而已 其它的主要是水啊 還有一些有的沒有的 所以其實大部分 它射出來 你還是會有射液體出來 其實沒有精子 你根本看不出來 跟那些結紮的人一樣啊 就是沒有精子的液體 這樣 這樣可以聽得懂 吼 所以其實 要做這件事情 是需要有勇氣的 那 我有去看了一下它的 我沒有看過真正的手術過程 但是我去看了那個圖 那個圖 這個皮是後 大後來 因為它變成女生嘛 所以會往後 往後 這個皮會變往後 那尿道就會變往前 就從那個皮 那個皮會 這個皮會就變成 大英吋、小英吋嘛 然後還有這一片 那它就會打兩個洞 這個洞呢 就是尿道 這個洞就是陰道 那尿道就是把這尿道拉過來 那這陰道跟多餘的這個人工陰道 就是多的尿道去做成的 這樣子 那這個叫做皮瓣手術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其他的手術 如果你真的要做的話 還是要去跟那個整形外科醫師 不過就我所知 要變性之前 你還是必須先經過 身心科 就是精神科醫師的評估之後 評估完 兩個精神科醫師評估完之後 確定你可以執行這個手術 才會經由 整形外科醫師去做這件事情 在國內好像是這樣子 其他的我沒有很了解 沒有很清楚 所以如果有了解有清楚 或者是我剛剛怎麼講錯的 可以再告訴我 但是你們今天要問的問題 答案 男生變女生還是會高潮 只是他的高潮 不會變成女人的高潮 他的高潮還是留在男人的射精高潮 所以變性人 他雖然已經是女生了 他的身份證也是變成女生了 他的外 他的性器官也變成是女生了 但是他還是會射精 因為他的潛艦線 跟潛艦 跟除菁囊病沒有拿掉 到這邊應該可以理解吧